基隆上班 正大与中华大学师生来走读基隆 齐聚在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 进行社会创新实作课程 谢国良市长亲自欢迎 也强调家庭城市的观点 要将基隆打造成好玩 好住 好就业 关怀引法照顾的优质港湾城市 那另外你看到的这边 有一个很大的广场 感谢前师傅 把这国门广场都打造不错 明年我想在这边做一些 孩子们可以游玩的 好玩的一些季节性的游乐设施 那因为今年有很多工程在进行 所以我们在收尾的阶段 所以没有办法马上来做 总之我们希望把基隆变成好玩 然后呢也居住上 能够找得到工作 那我们也打造各区的室内亲子乐园 让孩子们来一起玩乐 那我上个月也有回到我的母校政大演讲 我的讲题就是我的家庭城市观点 家庭城市观点就是每一个人都把城市的每个角落 当作自己家的一部分 那这其实是我们生活在基隆里面很重要的观念 因为现在大家有看到很多角落 其实大家想丢垃圾就丢垃圾 然后自己家里也干净 但是外面他们就不在意 那这样如果大家应该要把这个家庭 这个城市当作自己的家 我觉得这样子的整个的城市的居住的品质 一定会更好更提升 基隆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 也以基隆都市发展愿景与策略进行分享 与学子交流城市治理的想法 在基隆也有日照常照 为什么 有些人他就不必跑到 把自己的家庭送到北部去 他自己也可以在基隆工作 也能够照顾到家人 那我们未来在北五堵 六堵 七堵 也就是刚刚市长讲的车站周边地区 大家都知道TOD的发展 我们是真正朝TOD 而且也希望在车站附近 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那也很谢谢邦迪安秘书长 他在都市设计界有很多好朋友 今天也都过来跟我们一些职等 那基隆未来要大幅的改变 还是要靠都市设计的规划跟具体的执行 具体的执行 包括都跟重建 重新规划迁移 这都很重要 那落实真的是比规划还要重要 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 找这些好的学界的朋友 大家一起来讨论 市长谢果良强调 欢迎大家到基隆走都 透过经验交流 与各种想法的激荡 集结众人的力量 一起让基隆更好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 基隆报道 都不太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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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